大家都知道 是今日這個時代媒體經營面對諸多的挑戰 但是我們星島不忘初心 一如既往堅持本地的製作 希望可以得到你們的支持 請你點擊屏幕下方的Buy Me A Coffee連結 直接贊助我們 可以參加我們的Buy Me A Coffee俱樂部 所有會員將會享有豐厚福利和禮品 《時事焦點》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美國星島中文電台的聽眾朋友 你們好 我是余飛 又來到《時事觀察》的時間 今集和大家講一下朝鮮 因為朝鮮最近在8月15日發出了核戰爭警告 不過在講今日這個核警告之前 講一下幾年前的事 朝鮮成為頭條新聞 備受關注 我自己印象最深的是2018年 金正恩見中國習近平主席的同時 美國總統都搶著跟他見面那時 時間過得很快 當時是5年前的2018年 2018年3月下旬 金正恩應邀去中國進行國事訪問 為期4日 金正恩的夫人都隨行 這則在當時算是轟動的新聞 對外發布的會面重點之一 是商談朝鮮無核化 那次的習金會是中朝關係的一次里程碑 2018年習近平主席當選連任 金正恩3月訪華的名目包括祝賀習主席連任 另一個公開的目的就是兩國交換朝鮮半島的新形勢 而見習近平主席期間 金正恩主動表示 未來將會跟當時的美國總統特朗普見面 不止還會見韓國總統文在寅 時間上是2018年4月才見文在寅 是他第一次跟韓國領導人會談 之後2018年6月才會見美國總統特朗普 那一年他們還不止見了一次 而跟習近平主席見面也是一樣 金正恩在5月7至8日都跟習近平主席在遼寧省大連會面 我想大家最有印象是兩個人在海邊漫步的照片 我會附照片給大家回憶一下 雖然官方沒有明確指出那裡是哪裡 但入鏡頭的那塊大石 可以知道是大連的鵬徐島 在習近平、金正恩3月份見面之後 相隔40天又再見面 總之2018甚至2019年 金正恩與中美領導人很多互動 是朝鮮半島最安全的時期 回頭說重點是無核化的 2018年3月那次重要的金正恩對中國的首訪 由當時的新聞報道反映 金正恩向習近平明確表示 決心將南北關係轉變為和解合作的關係 他願意與美國對話舉行朝美首腦會議 金正恩還說 在這個過程中希望與中國加強戰略溝通 共同維護對話的勢頭和半島的和平穩定 聽說朋友 在講今日2023年的朝鮮新聞之前 我先數幾年前的這一筆 是因為只有將我時間長度拉長 才會看得明今天的事 一般人以為特朗普會很瘋 都是的 特朗普對中國發動了貿易戰 是一場搬石頭撼自己腳的戰爭 因為美國的基本生活用品都是中國製造 發動貿易戰之外 如果美國是由特朗普連任 那麼現在的北約不只是老死亡 連身體都會死亡 因為特朗普要盟國向北約交軍費 說不會免費保護歐洲 此外2018年的韓國總統文在寅 他是相對比較能幹 不涉及貪腐主張南北韓和平共處 我在之前的節目已經講過 文在寅成功修憲 令日後的韓國總統可以連任 但是不包括他自己是不包括 我想任何人都知道 五年一任根本是開支不到工作 本來文在寅熟義的李在明 極有可能當選 不過韓式民主陰差陽錯 尤其是極大可能有美國插手 結果民眾選了一個 以政治素人的形象去參選的韻石月 這個素人一點都不素 當選之後相當辛辣 他既想把韓國打工仔 本來已經很長的工時再去延長 也做了很多去韓國不利的事 尋石月奉行親美路線 非但背叛了歷史 哈日 去親日 還要韓國企業 一場由南方國家主導的 汪蘭和平峰會 在兩者之間7月25日 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 訪問了朝鮮 7月26日 金正恩還帶邵伊古參觀軍火庫 而據報 邵伊古傳遞了普京給金正恩的親不信 在講完所有背景下 就集中看看8月份的兩件事 在最近2023年8月中 俄羅斯召開了第11屆 莫斯科國際安全會議 主題是《多極世界下的全球安全現實》 俄羅斯國防部說 參加會議的有76個國家和單位 有800多個代表出席 在這個會議上 朝鮮駐莫斯科大使館的武官 就宣讀了朝鮮國防上 即是國防部長強順南的發言 強順南在武官代為宣讀的發言中表示 美國一直將對朝鮮的敵對政策作為國策 公然侵犯朝鮮的獨立發展和安全利益 現在只將東南亞局勢 推向核戰爭爆發的邊緣 他的支持還包括大意來的 美國自從今年年初以來 在韓國部署了大量的戰略核裝備 包括一艘核動力潛艇 一架戰略轟炸機 和一個核動力航母戰鬥群 並且進行了幾次大規模的軍事演習 這些演習的規模之大、強度之高、持續時間之長 都是前所未有的 據報導說 強順南還強調 現在的問題不在於朝鮮半島是否會爆發核戰爭 而是會和誰、何時、以及如何發動這場戰爭 強順南所回應的是7月中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 印太事務協調員 坎貝爾 在7月18日訪問韓國期間 一艘美國戰略核潛艇停泊在釜山港 韓國總統韻石月 還上了這艘美國海軍戰略核潛艇 《肯塔基號》參觀核潛艇的內部 強順南就這件事在7月發表了聲明 表示美國核潛艇停泊在釜山港 是四十多年來的首次 朝鮮會認為是最露骨、最直接的 對朝鮮的核威脅 強順南在莫斯科的武官讀出來的核戰爭警告 除了是美國已經出動到核潛艇停泊在韓國之外 還包括今年內美韓進行了兩次軍演 第一次是3月 第二次是節目播出的8月21日星期一 8月這次是大規模的軍事演習 期間還會進行三十多項訓練 聽見朋友在這裡做少少歸納 將今日朝鮮面對的美韓軍演 和美國在韓國佈置核設施 再加上一個親美的韻石月 我們對比幾年前文在寅在任的情況 就會明白朝鮮為何要啟動核戰爭警告 我在節目開始就說 2018年的時候 金正恩甚至希望半島維持和平穩定 讓朝鮮可以在美國減少制裁的和平環境下發展經濟 但好景不常 韓國和美國都換了領導人 我和大家說回這個門落 讓大家不會把8月15日的核戰爭警告 單向與兆伊古連在一起 當前朝鮮半島的局勢轉移緊張 關鍵在美國拜登政府身上 當前最惹火的事不止上面這些 節目播出前的8月18日 美、日、韓首次 第一次召開史無前例的三邊峰會 對日本和韓國乃至美國拜登政府來說是一次突破 為何這麼說呢? 這三國領導人 美國的拜登 韓國的尹錫月 和日本的岸田文雄 這三個人在多邊活動上談幾句 甚至進行會晤已經試過很多次 不過那些都是在國際會議上順大的行為 而8月18日 美、日、韓的會晤 是拜登為三國突設的獨立峰會 可以說是特設的專場 而且拜登選的地點是具有象徵意義的大衛營 在1978年9月 埃及和以色列就是在大衛營簽署了和平協議 而由2015年到現在 大衛營就沒有再舉辦過國際會議 所以當日的新聞公布 說達成了什麼協議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這次是特別為三國而設的專門的會面 這個姿態已經是信號 拜登表示要將美、日、韓三邊合作制度化 講到這裡 回頭再看回節目開頭2018年所說的情況 就會明白朝鮮的核戰爭警告是什麼一回事 好了 節目結束前總結 我在快評講過 俄烏戰爭已經進入一邊打一邊準備談判的階段 這個階段可能很長 而拜登是否可以成功連任沒有人知道 不過美國無論是誰上台 以中國為假上敵是美國的政治正確 對中國來說 中美角力都不是什麼新鮮的事 扯行扯走打到今天 美國已經是中國很熟悉的對手 未來的新變化是烏克蘭那種代理人戰爭 美國在量度如何搬去亞洲 以前我們經常會認為台海必有一戰 這個可能性仍然存在 不過現在多了一個切入點 就是在朝鮮半島挑起一場熱戰 中國周邊如果有熱戰 區內各方面 例如資金流動會亂 美國就有機會混水摸魚 按現時的觀察 挑不起台海戰爭 就會去挑朝鮮半島的戰爭 朝鮮方面現在有言在先 想以恆武的威懾力去停止戰爭 去止戰 今集為大家交代幾年間 中國、朝鮮、韓國、美國政府的變化 等大家在歷史盲絡之下 去審視當前的事 今集時事觀察 適宜和我在8月19日 剛剛在星期六上片的一集快評 一齊來聽 兩集一齊聽 你會更明白中、俄以及中、俄、朝鮮彼此在現階段 乃至未來短期內的關係有多微妙 美、日、韓三國在8月18日的美國大衛營 進行一場罕有的會議 無論都與針對中國的北約亞洲版有關 就在這個劍指中國的大衛營峰會之前 朝鮮發出了核戰危機的警告 而大衛營峰會舉行當日 俄羅斯兩架反潛艇戰機 在8月18日當日 從日本海飛向東海 迫使日本戰機緊急升空陪飛 伴飛 大家留意到嗎? 拜登政府搞亞洲版北約 而朝鮮與俄羅斯立即有反應 總之聽了今集節目 再聽了快評 就會明白中國、俄羅斯、朝鮮三國 未來的關係會是個微妙的聯動關係 今集的時事觀察先講到這裡 歡迎你們訂閱、點讚和轉傳 你們的轉傳對我很重要 我是俞飛 快評見 拜拜